许多乡镇市公所公部门在请愿管道多且畅通的状况之下 停办了村民大会 不过光复乡公所却反其道而行 今年度是重新的巡回各村开办村民大会 而今天上午是在平马活动中心进行第三场次 那么主要是以大平以及大马两村为主 而部落的族人踊跃参加 也在现场提出各种的议题与建言互动热落 除了政令宣导以及地方建设计划的说明之外 接下来的临时议程中与会村民热烈发言 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议题和公所 先议员以及地方明代面对面沟通讨论 公所是不是来规划一下香港的那个地方 做一个休闲产业 做就是要产业道路嘛 有道路破台出得去嘛 破得进得来嘛 有的是那个水管没有说 轮胎是不是没有说 那我们要放在哪里 早期公布门开办的村民大会在停办16年之后 光复乡公所今年度重启并巡回各村来办理 今天上午在平马活动中心进行了第三场次 大平大马两村村民参与踊跃 据凡农产运输 部落交通到元宝地申办 开辟油气区的建议等等都一一提出建言 乡长林清水与公所各克市主管 地方明代县议员也依照问题相关层级管辖 逐一答复解决 地方这边先提出我们从村民的需求来提出 那我们也是会同从县然后到中央去争取经费 这个部分可能都要后续在一些会议里面去去做讨论 那其他的话就是啦 其实在很多的刚才提的所有项目 如果要需要到议员的部分的话 像现在议长的助理主任也在这里 我们议员就是全力配合 村民大会上讨论议题与建议五花八门繁杂众多 即便与会长官地方明代答复回应 但村民仍忧心乡公所是否能够消化有效解决 乡长林清水说 依庆众缓急尽可能的来协助村民解决 当然因为有提案有建议我们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有问题可以才想到说可以是怎么解决 虽然不能说今年马上解决 或许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慢慢来解决 那公所经费当我们会来做 应该提报了 提报了比如修养区也好 这些我们会往上来提报 应该可以慢慢来解决 光复乡公所反祈祷而行 重新开办村民大会 与村民关注的问题及建言直求对决 村民公平公开公正且开放畅所预言 积极关注政治运作 直接参与公共事务 民众更是高度肯定 记者时预兰光复采访报道